美国宾系凡尼亚州一个家庭于本月初收到一张于2840亿美元 当地传媒形容比匈牙利和南非国债总和更多的天价电费单 吓得他们一度以为是圣诞灯事导致 幸好在他们追查之下 电力公司承认错误 不用在圣诞家结尾电费烦恼 58岁妇人或罗马斯基 上网查询电费时发觉自己净欠价28446亿美元电费 需在明年11月前缴清 本月的首期更至少要缴付28156美元 令人意外的是 虽然霍洛马斯基称自己吓到眼球要掉出眼眶 但却未有立即怀疑电力公司出错 他一数我们都挂上了圣诞灯事 当时还在想是不是他们接错了 或罗马斯基其后告知儿子后者联络兵器 凡尼亚州电力公司 Pinock电力公司承认出错 正确金额应为28446美元 Pinock母公司第一能源 First Energy的发言人德斌解释 是小数点意外错位导致 但并不清楚为何会发生 他说 我不记得曾经看过数十亿美元的账单 霍洛马斯基事后人仅有余悸 指着这张天下电费单令他立即要求儿子换个圣诞礼物 他说 我告诉他我想要一个心脏监视器 有网民则笑称 他应该庆幸为有默认自动转账 网友评 论 这件事纯粹好笑并不可怕 所以大众认为计算机能开汽车 机器人能代替人类工作